男人在地里发现宝贝后,便开始疯狂地挖掘,此时,一个奇怪的东西露了出来,赤手将东西取出,大家都期待着一肚围快。 小黑剥开后,原来是一条一斤左右的废鱼,如果没有猜错,这一斤废鱼,足足有五百克。 非洲废鱼绝对是神一般的存在,在雨季水源充沛之际,它利用塞在水中呼吸。 与其他鱼不同之处,它有两套呼吸系统,一种类似人类肺部的鱼表,这项本领让它能轻松应对各种环境,带到旱季来临之际,河水瞬间干涸。 一些大型动物留下的脚印,成了小家伙们的庇护所,小小的水坑不会持续太久,里面的小鱼很快会迎来生命的终结。 此时,废鱼的本能反应会促使它寻找洞穴,它不断扭动着身体,依靠强劲有力的下额, 不断地往前挪动,它会用下额在水坑底部打洞,从而让整个身体钻入地下。 洞内由于见不到阳光,湿滑的环境,很适合飞鱼凶眠,它将整个身体全坐在一起, 腮部不断吐出粘液,而这种粘液长时间暴露在空气中,会形成一种类似皮革的带子, 能将飞鱼紧紧地包裹起来。 在下次雨水来临之前,它会将自身的星辰代谢降到最低,从而只用鱼表呼吸, 仅靠消耗自己的肌肉,飞鱼便可以实现自给自足。 单对一些吃货来说,它们绝不会错过这唾手可得的美食。 此时飞鱼已经在地底下生存了一年的时间,通过一些小孔洞便可以轻松找到它。 也正是这些排气孔,让它们遭受了灭顶之灾。 小黑们确认了位置后,用锄头疯狂地挖掘,为了呼吸新鲜空气。 肺鱼不会隐秘得太深,小黑只需简单地几下,就能让肺鱼暴露出来。 小心地扒开泥土后,一个类似罐子形状的东西被取出来,这便是肺鱼唾液凝固的保护膜。 小黑无情地将外皮包掉,一条活生生的肺鱼便呈现在眼前,打死它也想不到,逃避了一年的风吹日晒,却在人类面前趴了窝,只要发现一条,就能说明底下会有一窝。 小黑再次挥舞锄头,干燥的土壤阳尘四起,尽管肺鱼有着强大的生存能力,但在人类面前也无济于事,严重的干旱,加上长期的食物匮乏,炖上一锅肺鱼,绝对算得上一道绝佳美食。 并不是所有的肺鱼都会遭受灭顶之灾,一处私人砖厂正在制作砖批。 工人会将泥土放入模具中,粗心的工人只在乎砖批的形状,但却忽略了里面的小家伙。 肺鱼可以在没有外界干扰的情况下,存活五年之久,他正在等待一场漂泊大盆,一道闪电滑泊天际。 时隔五年,终于迎来了一场足量的降雨,泥砖由于没有烧至,雨水会将泥砖浸湿,里面的肺鱼在接触到雨水的一瞬间,身体立马有了反应,本能告诉他这是一场难得的及时雨。 这场雨能使他满血复活,在生存面前五年的苟延残喘,对他来说是值得的。